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手上的课程是气象与生活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台湾地区影响天后的要素 在台湾呢基本上的中间是中央山脉 那中央山脉呢它是一个天然的屏障 它最高的地方可以高达呢 海拔3980公尺左右 我们地形上的造成了台湾呢 高山比较少 主要是丘陵跟平原 那高山主要的是以中央山脉 然后呢这个丘陵呢 花东重谷呢 这个都属于比较地势相较于平原比较高的地方 那在这个地区呢 我们呢就会产生了气温比较低 然后呢雨量比较多 然后呢在平地呢 西半部来说的话呢 平原地方主要呢 相对温度就会比较高 然后雨量比较少 那我刚才讲过呢 在这边的地方呢 东北季风进来 然后呢会产生这个地方呢 淫封面降雨量会比较多 然后西半部呢 因为是背封面 所以降雨量比较少 因为它是下沉空气 那冬天的东北季风来的时候呢 它中间呢有一个区分 就是说在苗栗以北 就是火焰山以北呢 它是属于完全属于东北季风能掌控的范围 从苗栗 以及到了新竹 到了桃园 到了台北 到宜蘭 这一带呢 整个呢都是属于 我们东北季风影响的范围 那过了火焰山以南呢 整个中南部 从台中一直到南部地区的这个地方呢 是属于比较相对冬天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我们常常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觉得北部天气都是阴雨绵绵 为什么南部呢 是好天气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分界点 在东西向的话 以及南北向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 我刚才讲过呢 银风面的地方呢 风数比较大 是因为它面对强风 同时呢 因为银风面的地方呢 它事实上水气呢 会在这边凌结 那水气凌结的结果呢 会在这个地方造成降雨 相对会比较多 那因为东北季风来的是冷空气 所以气温率比较低 那同时呢 在台湾海峡来说的话呢 这边中国大陆 那我进来的风呢 会相较于呢 因为这个底央窄 脑子出来呢 会比较宽 所以进来这个地方风数呢 会比较大 这边风数会比较小 这是因为呢 这个所谓的峡管效应 因为东北季风吹进来的话 经过这个 台湾本的这个地形 那跟中国大陆这个地形 这中间的一个差异性 会产生这个所谓的峡管效应 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台湾的尾端呢 恒春半岛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中央山脉尾端的地方 这因为地形上也比较大落差 所以冬天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多的这个所谓的 落伤风的行星来产生 从这个季风来讲话 猛顺来讲话 季风的话呢 我们的夏天的主要的是西南季风 冬天是东北季风 从这个冬天东北季风 这是西南季风 从季风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西南季风因为这个是中央山脉 所以呢 这个平原区呢 在夏天的时候呢 午后就比较会多的一些雷震雨 或者是这个西北雨的产生 那这个是南部的特性 在夏天的时候 尤其像屏东啊 高雄一带啊 午后 常常也会出太阳 可是在下雨 因为因为激云呢 一路以后呢 水气呢 云后面的地方呢 它就会在上面的发展 发展以后呢 又下雷雨 但是雷雨的好处是 它下雨的时间非常短暂 可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呢 它就下完了 那跟东北季风不太一样 东北季风主要的是陈云 西南季风主要的是激云 这两个不太一样 激云的时间呢 它发展的高度很高 但是呢 陈云它发展是比较平的 所以它都是细雨绵绵 所以它进来以后 它是从那个基隆河谷进来 基隆进来呢 进入台北市盆地地区 或是北部地区呢 它的形成就是绵绵的细雨 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那从为独来讲的话呢 台湾地区 嘉义以南地区 属于热带 那嘉义以北 属于负热带 它的分界线就以北回归线来规划 就是23.5度 所以台湾刚好 跨在一个热带跟负热带的地区 那热带地区的特色 相对因为比较接近赤道 太阳直射的情形 比北部呢 更明显 所以在南部地区呢 它夏天的这个温度高度呢 是相对比较高的 同时呢 因为它是属于平原 它还有个海陆风 可以做这个水气的调整 但北部地区呢 它是盆地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 如果说碰到太平洋高 牺牲笼罩的话呢 那台湾的这个北部地区的温度 会高达39度到40度 这都有可能发生的 这两个地区呢 完全是不同的气候带 是第一个 那从太平洋负热的高压来讲的话呢 大家知道哈 台湾 中国大陆 那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个太平洋负热的高压 这个高压呢 它的极限呢 有可能会靠近台湾 有可能呢 往后退 也就是说它会有牺牲跟东退的现象 当它接近台湾的时候 我们知道 尤其是台风 台风是沿着太平洋高的边缘走 如果太平洋高要牺牲 比较靠近台湾呢 它上来的以后呢 就会从 台湾的东部 不管是从花东 或者是宜兰 大概有三个位置 大午啦 或是秀古兰溪这一带啦 或是南洋平原呢 会影响到台湾 然后经过中央商量 从我们的西部出去 如果从这边来的呢 大概就是从台南这一带 高雄这一带出去 如果从花莲这边来的呢 大概就是从台中 那如果说宜兰这一带呢 那通常就是从北部 这是 有关 太平洋高压牺牲 如果说它靠近台湾 可能会造成台湾的台湾的一个情形 如果这支高压呢 是退出去的 是东退 它是东退 那这样台风行程的时候 它过来的时候 它就不会影响到台湾 它就会影响到哪里 会影响到韩国日本 它因为往北走了 那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 如果这个高压 把台湾都照住了 高压在上面 那台风呢 它可能从底下走 它可能经过巴士海峡 它会经过巴士海峡 从巴士海峡经过去 然后到了中国大陆的汕头啦 是广东啦 这个一带 所以基本上台湾它大概有三个状况 一个状况最常见就是从台湾的东部 北上 那从太平洋 然后呢 它基本上呢 会对我们的东部影响会比较大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刚才讲过的 就是 它退的比较后面 那就不会影响台湾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太平洋刚好牺牲过来 刚好把台湾照住 照住的情况之下 它就从走巴士海峡 那这是另外一种情形 过去的统计来说的话基本上呢 从我们边边走过去比较多 那当然有时候也会有可能会登陆的 附着高压的移动路径是 西深跟东退 这个是会对我们的台湾到达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洋流 洋流其实它主要的部分 在台湾地区来说呢 这边除了西南气流以外呢 它有可能两个状况 一个我们所谓叫M1 一个叫MT M1是赤道海洋气团 MT是热带海洋气团 这两个气团其实就是形成台湾 主要的热源的来源 这边的黑潮呢 讲的就是赤道地流过台湾南部嘛 台湾形成它有三个因素 台湾 第一个它要有东风波 那这个东风波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M1 或者是MT 那第二个呢 是海温 要大一等于26度C 第三个呢 要科斯林 台湾是有这三个星辰 三个都缺一不可 那东风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洋流就是在提供东风波的 主要的来源 就是因为热源 因为台湾是个软性低压 台湾是个软性低压 它基本上呢 它是个软性低压 台湾是个软性低压 所以呢 它的热源就来自于海上 所以台湾一到陆地就会减弱 台湾一个到陆地就会减弱 东风波有个波动以后呢 我们常讲台湾其实是一年四季都有 那只是因为在冬天的时候 冬半年的时候 台湾地区呢 海温比较低 低于26度以下 差不多是 平均大概是20度上下 甚至有时候只有十几度 有些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温度更低 基本上在冬天的时候 台湾事上是不会到达台湾的 是因为它的行程的时候 它的路径都会在更低的纬度 比较接近赤道附近 所以呢 你像菲律宾啊 这种地方呢 它一年四季有台湾 关岛来 一年四季都有台风 所以台湾 要跟各位同学报告就说 我们的台湾是一年四季都有 并不是夏天才有 那在台湾只有夏天产生 是因为夏天只有在夏天的时候 海温可以高达26度C 或以上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们讲到科势力 那么科势力呢 它是 跟两个地方有关系 这个是跟我们的纬度 这是跟我们的 地球自转的角速度 那地球自转的角速度 是因为地球自转 所以它是一个constant 那最主要是跟纬度有关联 那科势力是其中一个条件 可是大家想看啊 如果从这个sin就是我们数学上所谓的sine sine的0度呢 它是等于0 sine90度等于1 所以呢 根据这样一个公式来说 次道呢是没有科势力的 它是等于0 可是在两极呢 它科势力呢 那是等于2倍的Omega 那也就是说在次道的时候呢 它是不会旋转 没有科势力 科势力不会带动转动 因为台风要能够产生rotation 除了波动以外 它最主要靠科势力 让它产生旋转 然后形成一个逆时针的方向的旋转 然后我们看呢 海面本来如果静止的状态是这样子 如果说轰平浪静这样 可是它开始呢 然后有波动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 这样现象 就凯森呢 产生一个小螺旋 这我们叫做voticity 就是产生螺旋 那这个波动呢 主要就是刚才讲过的 Mt或是Me 提供的热源 然后开始呢 产生了温度上的差异 它就开始产生了这种voticity 那这voticity 你看它是个逆时针的方向 那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那这个是靠谁 就靠克斯利 就靠克斯利 所以我们说呢 次到不会有台风 那次到不会有台风的原因是因为 它没有克斯利的存在 因为次到克斯利等于0 我们要形成台风的三个要件就是 海面的温度要超过26度C 我们的克斯利要有 第三个呢 要有波动 那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台风行程的纬度大概就是南北纬 台风行程的纬度大概是5度的南北纬 比方说加勒林群岛啦 官岛这一带啊 然后它通常来就先做菲律宾 那透过呢 西南汽流的往上走 台风它上来的时候 台湾 然后你台风上来的时候呢 通常呢 那它照着这样子 或是走这个样子 完全是跟哪个有关 就刚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就太平洋湾的大概有关系 这个课程上我主要其实让各位同学了解 天气气候跟气象的差异 天气呢 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就是 我们每天看到的现象 像今天天气阴暗阴暗的 那表示呢 云比较多 那这个就是天气 可是如果说我想说冬天呢 大部分的时间呢 天气呢 温度比较低啦 会下毛毛雨啊 这就讲气候 因为气候是一个天气先要长期的统计的结果 那气象呢 气象就是现在我们在大气当中 所有的一切 不管是物理 或是化学的变化呢 这些所有统称呢 我们就叫气象 叫meteorology 它是所谓的气象 就是统称这样 那气候 就是刚才讲的 climate climate它主要的就是一个 天气长期统计的结果 好我想呢 今天这三个东西呢 让同学们回去去想想 如果说从我们任何看到 随时看到任何的东西 那个都是一个天气 都是一个瞬间的变化的一个结果 OK 那我想呢 课程呢 最后来把这个地方做一个补充 谢谢各位 谢谢